36岁主妇要如何讨好丈夫 首先拿下粉色的高跟鞋 再烫个时尚的发型 买了香水做了美甲 结果老公一回家 看着盛装出席的自己 抬头看了一眼却说 这让女人非常的无语 为了给老公新鲜感 她花光了一周的生活费 买了这条新裙子 结果老公却并没有发现 吃饭的时候 女人疯狂地暗示 丈夫终于看见了 女人心太崩了 老公根本就不在乎她穿了什么 既然如此 女人跑到房间 脱掉衣服 一丝不挂地来到了餐厅 可就在这时 老公震惊地瞟了一眼窗外 一时间竟不知道谁更尴尬 这涉死的一幕 让女人落荒而逃 女人名叫贝斯 和丈夫罗布刚搬进新豪宅 邻居希拉带着丈夫上门待访 两对夫妻正愉快地聊着甜 突然罗布用手点了点杯子 身旁的贝斯立马起身给她倒水 邻居希拉看不下去 结果贝斯比丈夫更先反驳了希拉 邻居夫妻一看 这两口子果然是一对 赶紧撤了 直到有一天 正在购物的贝斯 听到邻居希拉正在讲她丈夫出轨的八卦 惊慌失措的贝斯听到后 一不小心撞倒了座架上的罐子 跌跌撞撞地逃走了 邻居希拉上门来道歉 但是贝斯不愿面对这样的事情 拼命地做着家务 想借此掩盖丈夫出轨的事实 希拉只能告诉她 她看到她丈夫在餐厅和一个女服务员接吻了 但贝斯还是自欺欺人 说一定是她看错了 可到了晚上 贝斯却接到了老公罗布的电话 说是需要在外面陪客户部回来吃晚饭 这让贝斯不得不心生怀疑 她开着车来到了餐厅 罗布果然在这里 下一秒一个惊发闭眼的服务员来到了罗布身边 老公暧昧地和服务员聊了几句 直接就亲上了 这一刻贝斯不得不承认 她的老公真的出轨了 得知丈夫出轨 妻子怒气冲冲 准备大闹一场首撕小三 但当她看到小三以后 她却哭了 眼前的女孩年轻貌美 自己拿什么跟她比 看着哭泣的贝斯 爱普丽善意地拿出纸巾安慰她 贝斯怎么也没想到 小姑娘居然还这么善良 她无可奈何地只能起身离开 但爱普丽却叫住了她 表示可以和她谈心 贝斯有些惊讶 但转念一想 和小三成为朋友 就能知道她和丈夫的所有事情 何乐而不为呢 之后贝斯每隔一周便回来到餐厅 和爱普丽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贝斯谎称自己是寡妇 借此来打探对方的感情生活 爱普丽很快就承认了 自己爱上了一个有妇之妇 贝斯忍不住询问 她那个有妇之妇出轨的原因 于是贝斯花了一周的生活费 给自己精心打扮了一番 结果丈夫却熟视无睹 这让贝斯非常伤心 此时邻居希拉决定给贝斯出谋划策 她声称男人之所以会出口 一定是夫妻之间的幸福生活还差点意思 希拉给了贝斯一本独家秘类 希望贝斯可以按照上面的座 傍晚贝斯来到了浴室 下一秒 不得不说 贝斯有点报复心理在身上 论一个女人 如何自如地周旋在丈夫和小三之间 一早丈夫说要完成一个重大项目 今晚需要加班 可贝斯心知肚明 丈夫的项目早就结束了 于是贝斯来到小三的店里 把邻居希拉的电话留给了她 表示有什么事情都可以打这个电话找到她 并试探地询问小三今晚忙吗 果然贝斯没有猜错 丈夫将会带着小三在公共场合约会 她必须要做点什么 随后她便带着便当来到了丈夫的公司 先借想喝杯咖啡为由支走的秘书 然后来到丈夫办公室 希望丈夫把便当放到冰箱 丈夫打电话呼叫秘书 结果无人回应 她只好自己去放进冰箱 趁着这个时候 贝斯偷走了她已经完成的项目文件 丈夫找不到文件 疯狂地打电话找贝斯询问 贝斯计划得逞 得意洋洋地挂断电话 另一边 邻居希拉也收到了电话 是小三打过来的 希拉赶忙找到贝斯 结果贝斯早有准备 贝斯微微一笑欣然答应 她的这一波操作 简直一箭双雕 贝斯和小三来到了酒馆 两人畅所欲言 小三表示丈夫要加班 谁又能知道是不是真的呢 这让贝斯也忍不住试探 小三看得非常的透彻 听了这段话后 贝斯仿佛在艾普利身上 看到了自己年轻的样子 艾普利不想结婚 拥有着自己的歌手梦想 并努力地打拼事业 不像被婚姻磨平了棱角的贝斯 已经逐渐找不到自我 贝斯也是时候做出一些决定 最美的歌手梦想 最美的歌手梦想 一个美高度、希望 链转着